很多人会问我 房间的护具有这么多 有针织的 有发泡的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适合我的护具呢 其实选择护具的原则很简单 有四点 第一点呢 是依据你使用的情况 像针织的护具就适合日常的生活使用 橡胶发泡的材质适合剧烈的运动使用 就像是打篮球啊 打棒球的时候使用 第二点呢 依据你使用的目的 像是日常保健的护具就适合伤害的预防 那进阶防护的护具呢 就适合受伤后的关节的防护使用 第三点是看产品的品质 这一点最重要 可以拉拉看护具的弹性 弹性好的材质呢 会有比较长的使用期限和效果 最后一点就是舒适性 可以挑选适合自己尺寸和服贴身型的护具产品 才能够让护具发挥到最好的保护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